曾经被人误认为是女装大佬 像个橘子一样那种橘色 阿罗哈大家好 我是Alice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做一期美黑视频 因为很久之前我曾经做过一期嘛 但是最近呢我又开始想美黑了 可是当我告诉我朋友这件事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 Alice我告诉你 你可不要再美黑了 你现在这个头发颜色你要是再美黑 你会像钢皮柴回家的呀 我当时就 确实在大家观念里好像一直有一种 腿粗别穿七分裤 脸黑别染浅头发 这样的想法存在 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顺便呢教大家如何 首先呢美黑其实分很多种 最普遍的呢就是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 我最不推荐的就是 照灯美黑这个我一会会说为什么 今天我用到呢是这种即时的美黑膏 它的优点就是非常容易洗 基本只能保持一到两天 非常适合就是你想要去尝试美黑 但是又不确定自己到底 适不适合美黑的妹子 而且呢它身体和脸都可以涂 但我一般不会涂脸 但是呢它的确点也非常明显 就是它非常容易沾到浅色的衣服上 所以呢美黑时候呢 我一般会穿这种小套 因为它便宜 脏也不会心疼 之后呢用这种美黑专门用的手套 把美黑膏挤在手套上 其实呢哎呀挤得有点多 估计会很黑 腿上猛烈 美黑时候呢我会比较推荐大家穿 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 这样它能让你美黑之后的肤色 更加的明显 然后更加健康有光泽 其实晕开以后它就不会像一开始一样 那么的黑了 就会变成这种健康的小麦色 然后现在呢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不推荐照灯 其实我不推荐照灯的原因呢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照灯在澳大利亚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对皮肤其实是有害的嘛 虽然人工紫外线已经过滤掉了一些有害的物质 但是还是很容易造成各种问题 很多人疯狂追求美黑 最后就是澳洲的皮肤哀率是世界第一 所以澳洲政府就把美黑灯给禁止掉了 所以呢这种美黑膏在追求小麦肤色的国外非常的流行 OK现在呢我这边是美黑完了 这边是还没有美黑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是不是美黑之后这只胳膊显得瘦了很多 那我们继续说 所以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这种美黑膏 因为它是可逆的 基本上可以洗掉 美黑膏也分很多种 有的是你涂上以后过两三个小时它才会变黑 有的是像我现在用的种 就你涂上马上就变黑了 其实我觉得它就相当于一种比较难洗的粉底 我还是更推荐这种可逆性比较强的 涂上以后不喜欢你还可以洗掉 而不是那种就你只能等好几个星期等它退掉才可以 我曾经也问过我外国朋友就是为什么你们真的追求美黑啊 他们真的是对美黑的追求到了极致 比如说我在印象经常可以看到那种大美女 然后把自己美黑美到了像个橘子一样那种橘色 所以美黑一定要适度 他们追求美黑就真的像我们追求美白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美黑显得你的皮肤非常的紧致 非常的显瘦 然后我后来美黑之后我发现好像真的是 就是你美黑之后你会感觉自己真的瘦了好几斤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古话叫做白胖白胖 黑瘦黑瘦呢 我们的老祖宗已经帮我们总结出来了 OK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脸和脖子的对比 但是因为没有人帮我在后面擦 所以我转过身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好像也挺黑的 我本来就挺黑的好 OK现在呢就是我把身上美黑之后的样子 大家能看出来抹我脸和脖子这个色差 因为我一般不喜欢把美黑膏涂在脸上 所以我一般会自己用深色的粉底液去 match我自己的肤色 那我现在去化一下妆 阿龙哈大家好 现在呢我就已经把妆化好了 带了一个头巾还有一个耳饰 对了给大家一些小tips 就是如果你美黑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金色的饰品会更加的衬你的肤色 因为可能像冷白皮啊 或者皮肤白的时候的话 可能银色的饰品会更加衬你的肤色 但是看是不是突然就有一种 虽然这边已经快冬天了 但是那种热带的风情 是不是有一种就是热带的感觉 然后头巾我觉得也是特别衬小麦肤色的一个饰品 这样呢我可以处理其如何戴头巾的教程 那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完成版远距离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吗 后头不行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你们觉得是黑好看的还是白好看的 其实我觉得粉头发和黑皮肤也不会差吧 大家可以在弹幕告诉我 嘿 OK那接下来呢 就是和大家真正来聊一聊美黑的好处和坏处吧 其实我觉得它好处很明显 就是美黑之后确实非常显瘦 显得你整个人的肌肉非常的紧致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健美 你看很多健美比赛都会把身上就是美黑之后涂上这种油 因为确实在相同身材的情况下 小麦色皮肤上会显得更加的瘦 那么它坏处呢 其实也挺明显 就是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 我们的五官没有那么立体 所以美黑之后呢 可能在你不化妆情况下 会显得很没有精神 这也是我跟我好几个美黑过的朋友聊天之后 大家一致的认为就是美黑之后就必须要化妆 而且呢美黑之后非常非常的适合化浓妆 那么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美黑呢 就我自己来看的话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类型都很适合 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但是我觉得它最适合的呢 其实是一些长相偏腾熟悉的妹子 就拿我来说话 因为我脸比较长 就我中挺比较长 所以呢如果我化一些可可爱爱的妆容 就会显得有一些 嗯 违和感你们懂吗 曾经被人误认为是女装大佬 虽然呢我知道现在的大环境还是以白又瘦的审美为主 但是呢我觉得与其去强迫自己适用这种不适合自己的风格 还不如换个思路 曲线救活 也许呢会有意外的惊喜 对不对 哦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就是美黑非常的显牙白 你们发现了吗 虽然我牙不是特别牌那种 但是美黑之后确实它就是衬托起来了 最后就是我经常说了很多留言问我是怎么美黑的 我用的美黑品牌呢叫Bondai Sam 这个呢是Josie就是之前和我一起录过视频的那个外国女生 她推荐给我的 包括我之前工作的同事啊她们都用这个牌子 她的好处就是比较便宜 到处药房就可以买得到 因为我又是即时洗掉那种啊 其实很多她们用的都是那种一周可以坚持一周的 其实美黑的牌子不同国家都有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就是情况来选择 因为我觉得没有用过的我也没有资格来说 但是呢最后我真的很鼓励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尝试一下美黑 你真的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OK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淡不过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我美黑好看还是不美黑好看呢 然后美黑之后配这个粉头发 怎么样呢要不要染成中头发呢 总之呢大家可以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淡不过留言告诉我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素质三连 那我们再见啦拜拜